颱風 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從現在的雷達回撥圖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這長長的一條啊 就是康瑞颱風 它的外圍環流 已經開始逐漸逼近我們台灣了 目前來說它的位子啊 就是在我們恆川的東南東方 大概是740多公里的海面上 逐漸地往西北的方向來前進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最新的颱風消息 以目前來看的話呢 它的腳步又在加快了 早上的時間 時速大概是只有12-13公里左右 但現在來看看它的時速呢 已經來到了20公里 小步加快了之後 又開始持續的長大長胖 現在來說 近中心最大風速來到了是 每秒是35公尺 至於它的七級風的暴風半徑 也是有250公里 而且不排除 它現在處在的環境 其實還是蠻有利於它的發展的 當然有機會 它在越來越靠近我們的時候 又從中度颱風 開始變成是強烈颱風 所以提醒大家 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至於在我們氣象署的預估上面來看 最快就是在今天傍晚時間 就會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了 那最快的話 是在明天清晨到明天的上半天 就有機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那最快的話 是在禮拜四 它的這個颱風中心 有機會登陸到台東的陸地 不過我們來看看 各國的預測路徑 跟我們氣象署預估 又有哪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其實大家預測的路徑 看起來是差不多 只是這個颱風中心 它登陸的地點 稍微有往南偏 也有往北偏一點點 那如果就我們的氣象署 他們預估的話 有機會是從台東 這個地方來做登陸 不過來看看 如果它稍微是往北偏 有機會是在花蓮的南端 這邊來做登陸 那相對來說 如果它的中心 再稍微往南偏一點點 就有機會了 是在恆春半島這邊來做登陸 當然不管怎麼樣看 在東半部地區 登陸的機率是非常的高 所以尤其在週四 週五兩天 尤其是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留意 會有強風 豪雨的發生 而且這颱颱風 它非常有機會 是直接穿星 從我們台中這邊來做出海 那接下來再持續的往北 那碰到陸地之後 它開始持續的減弱 在往北的過程當中 才會開始逐漸的消散 我們就從這一次 暴風圈的侵襲機率的 這樣圖表來做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像在台東 暴風圈的侵襲機率 是高達了百分之百 而且在花蓮 這個暴風圈的侵襲機率 也是高達百分之九十七 也就是說它的中心 在東半部地區登陸 幾乎會非常高的 那接下來穿星 包含像是在彰化以南 一路到高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暴風圈的侵襲機率 也是有將近百分之九十幾的 也就是說它的中心 在穿過我們的台灣 正中央之後 從台中這邊來做出海 所以相對來說 包含像是在台中以南地區 同樣也都會被它的暴風圈所掃到 那另外在雨量上面的分析 來看最明顯的時間點 就是落在週四 還有週五這兩天 但明天開始 大家就要特別留意 因為已經受到 它外圍環流的影響性了 明天開始包含像在宜蘭 還有在花蓮這一帶 都容易開始出現一些 間歇性的陣雨發生 尤其東半部地區朋友 要特別留意 那週四是這顆颱風 像我們最劇烈的時候 還有禮拜五 週四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在東半部地區的山區 要慎防的是 豪雨等級以上的雨勢 那在西半部地區來說的話 同樣也受到 它外圍環流的影響性 也會有大雨 甚至豪雨等級的雨勢發生 那到了禮拜五之後 它逐漸這個中心 從台中出海 雖然說它的中心 受到陸地破壞 開始逐步的減弱 但是還是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性 大家可以看到 在禮拜五 還是容易會有一些 局部大雨到局部陣影的發生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幾天的溫度上面的變化 那這幾天受到 東北季風的影響 尤其北台灣今天 湿湿涼涼涼的 那明天開始呢 就受到台風 它外圍環流的影響性了 那一整天都容易 會有局部陣影的發生 而且北台灣的雨呢 會持續到禮拜六 溫度上面來看的話 就來到了23到26度左右 週南部地區 朋友大家也要特別留意的 是從明天的時間點開始 就會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性 那尤其呢 在中南部地區 也容易會有一些 間歇性的陣影發生 禮拜四 全台各地都是要嚴防的是 強風豪雨 要有等到禮拜六 台風遠離之後 這樣的狀況 才會開始逐步的趨緩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 台風動態 再把時間還給承襲 也要注意到 多急要你 從來 天啊 天啊